这个蜘蛛吃尾本也太简单了 像这个螺丝虾现在60一斤 皮皮虾40多一斤 好爽啊 这一盆你看 天哪 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的话准备去集美吃个海鲜蜘蛛 之前的话有去过一次 他们这家的话 最开始是99一位 然后长到109 现在变成168了 大家都说我吃过的店都涨价 要么就倒闭了 这真不关我的事 一下子这个价格调了这么大 究竟是他有新增什么东西吗 走今天去看一下 到了到了 干饭干饭 今天皮皮价很多 看一下看一下 都是活的 只要是圆肚子的全部是满高的 你没有带高是吧 全部满高 爆满的高圆肚子的 这种圆肚子的你看 煎肚子的是满肉圆肚子是满高 这是石头蟹啊 对呀 过年这个卖了100多一斤啊 全部满高的 鲍鱼鲍鱼也蛮大的 花锣这个锣也挺小 锣色虾里面 全部这么大的鲍色虾 可以可以可以 这些是新增的 上次来没有的 这个蟹饭脚啊 老虎蟹啊 梭子蟹 三文鱼头是吧 对啊 嗯 然后牛肉毛肚 各种的丸子小菜啊 水果糕点 一百五一斤 我真的是没办法 三文鱼 这三文鱼一百五一斤 过几天要停掉了 这有什么东西好料 过几天就没有了吗 要清等它降价才能去拿 我真的没办法拿 太贵了 哈哈哈 一百块钱一斤 我取肉取出来 差不多一百五一斤 饮料也非常可以啊 都是有牌子的 还有维他 这边凉菜好像做的不错啊 看了非常有食欲 酱牛肉 看这个烧烤 你这边烧烤师不是专业的吧 可以啊 葡萄墙 这是什么 炖汤 排骨玉米 还有什么东西 酱辣果 好了 朋友们还没有开仓了 五点半开仓 我五点十几分就到了 确实的话 比之前东西要多了很多 现在这个价格的话 跟那个家山和约港 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环境没有那边好 但是它那个活物会比那边多很多 尤其是那个大只皮皮虾就已经非常值了 上一只过来的话我感觉吃的挺棒了 但是有一些粉丝朋友们来吃的话 就是说没有吃到皮皮虾 那老板说 那段时间 海鲜太贵了 然后就补的比较少 所以说这个自助餐的话会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这个的话我是没办法控制的 我只能说记录我单餐的这个情况 我吃的怎么样 大家放心 我炭店绝对是真实的 不存在什么收钱 然后乱说话 虚假虚传 因为我本身偶尔会接一些 一些产品的一些推广 所以这个碳店推广我是不会接的 产品推广也接 碳店也接的话 这个太贪心了 能不能太贪了 很多人都是败在这个贪子上面 朋友们捞皮皮虾 好大好大 再捞螺丝虾 好 哇 这盘也是皮皮虾 多都是活的 这盘是螺丝虾 先把这个锅给它填满 哇 现在我嫌这个锅有点小 你看 好爽啊 这一盆你看 天哪 哇 看 鱿鱼 五花肉 烤生蚝 烤羊排 烤猪脚 有没有觉得它这边这个烧烤 烤的很 就是很正点 哇 烤的好焦脆好吃 自然烤羊排 这么嫩 烤那边烤的好累 比那个加上鱼鱼感的烤的好吃 羊肉串哦 不吃那种红红的合成肉 朋友们来吃的话尽量来早一点哦 来早一点的话肯定能吃好 不然你拿着很晚的话 啊 要没吃好的话 我又要iPhone了 多不容易 满满的焦韵蛋白 嗯 全都是活的啊 这个没这么好说的 吃就完了 又去拿一点海鲜啊 哇哇哇哇哇 鱼虾 太危险了 然后 还有 鱼虾海鲜鲍鱼 哦 鲜好 哎 波虾也是个辛苦活 哎 拨好了再一起吃哦 又不又人呢 美滋滋 这个拨好了 端到你面前给你吃 你会不会爱 上我 其实我的性格本身就是有点不太正经的哦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方面的我 呵呵 嗯 哇肉汁好饱满 摩饰下也好大哦 看着皮皮夹 哈哈 哇 它这个尾巴里面还有点肉 要咬一下 不用咬 我指甲安安静静的 吃皮皮家 大口的吃肉我们大口的吃 大口的吃肉我们不能克制 大口的吃肉我们一个都不能停 大口的吃肉我们就是任性 你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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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嫌你怕 哦 哇贵 吃点舒坦 嗯 哈哈 现在轮到宁夏了啊一个一个来 这是好多海鲜啊哈哈 是不是有朋友会说 你这样只早会动工的 嗯 快点吃完 然后等下再去捞 捞 嗯 保持桌面整洁假装才刚来 鲍鱼哦 现在的话我都不太愿意吃鲍鱼 因为虾包也很便宜啊 并且一块这么大挺占肚子的 这个石头蟹还带钩的 哇 钩很像 这里面有钩 这里面有钩 小生蚝 嗯 开始下一轮了 这边还有这个活料墙 这是他们自己熬的 嗯 嗯 老的味道不错 又是一整盘啊 我去 呵呵呵 再次老板可能要砍我了 老也拿了点熟食 嗯 鱼排 嗯 它这边还有椒盐的皮皮虾 还有椒盐的这个石头蟹 凉了稍微有点硬 今天来吃碰到两个粉丝啊 帅气 两个帅哥 榴莲的 嗯 嗯 啊 等下又要拨一盘的皮皮虾了 我的手都被砸了好几 好几个洞了 瞧 整整齐齐啊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吃两斤的皮皮虾 哈哈 哈哈 嗯 波罗车小心一点 它这个刺很尖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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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你们那个抓虾呀 皮皮虾它们都比较活嘛 然后 抓的时候不好抓会都乱跳啊 你们一个人的话就是这样子啊 两个盘子固在一起 然后把它打开 这样子 拿夹子夹了塞进去 然后盖住 夹下一只再盖住 这样子来回就可以了 还是皮皮虾好吃 肉质又软 然后又不占肚子 吃完这盘的话 然后再吃 没有吃皮皮虾 再吃点水果就好了 哇 过瘾了 我好了 朋友们 你们呢 嗯 高点的话就比较普通一点 嗯 好了朋友们 我也吃饱了 记得给老胡 一个三连鼓励一下啊 希望大家不知道 吃什么的 记得要关注我 点赞 别人就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